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被视为是那种 它是pre-reach 的 instruction 而不能透过在那种以 user application 的角度去存取或是管理或是使用这些资源 这个都必须要透过作用系统的服务提供 然后帮你辞行才可以 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讲 process 的管理 我们上次有跟你讲过 process 在有后就是你以后念研究所 或者是你所看到的WM 课程里面 其实我们会把它说就是一个在执行中的 program 就是 program execution 我们会把它叫做 process 所以你要记得的一件事情是 program 本身只是一个很被动的 我们在特别看它把它叫做一个 passive 的 entity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只是被编完的一个 option 然后去扣你还会被漏到面图 你还会被CPU在一堂一堂的执行的时候 它就只是一坨答案 或者是说它是一堆资料 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当你程式开始被漏到 memory 里面开始去执行的时候 这个才会有意义 所以当你一个 program 被漏到 memory 开始执行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真正的活动的一个个体 那只有当这样才是我们做一些我们在讨论的所有的程式 都是在自己在执行的那些程式 我们把它叫做 process 那样注意一下 可以吗 所以 process 实际上就是一群工作 我们的主要集合在一起 因为一支 process 它可以处理很多个事情 比如说是这样的简单的 如果你是一个 program 的话 每个 program 会开很多东西 就是在开很多事情 每个分页一直都不是在自己写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你会有一支 你会有一点像我习惯 我会开一些东西 估计就是一个收鞋 所以你会有一支 这支是有一个第一个 就是专门在一起不断的 每个一段时间的大刷 卸一下你的信件 那你有可能 你今天在下载 下载一个资料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支另外一支 就是另外一支 thread 然后再在执行 然后再帮你 就是下载资料 然后处理那个风包的接送这样子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说 你要去完成这些任务 你就要 resource 然后有这些 resource 然后有这些 resource 然后有这些 resource 有 resource之后 你可以去完成 你被交付的 比如说是打卖下载 比如说是影片上传 比如说是你的 Facebook 要刷新 然后或者是你要送一些信息出去 这个都是一样 但是不管怎样 就是通常就是要去跟系统要一些支援 而当你这些 process 他被交代的这些工作完成之后 或者他暂停 然后或者他根本就不需要停止的时候 你通常就是 你通常就必须做一系统 然后去帮你管理这些 process 的结束 然后去把分配给这些 process 的那些资源 比如说你分配给他的信息率之间 包含你在预期过程中 配置出去的 都没有合出去的一些 memory 有可能中间你会开启了很多个 file 这些东西 在你一直是 process 结束的时候 这个都是要被回收回来的 然后都要被证券的存下来的 可以吗 所以 后面会有几张是在讲 专门在讲 process 的管理 那 process 的管理 其实主要是要转开出去的部分 那回过后来 我们上次洗手 我上次洗手 我们今天还是知道 通常你的 process 要洗手 我做过了 你那一次 process 在逻辑上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都会被分成几个大块 也会有 step step 通常就是放一些 比如说你要呼叫 呼叫别的 function 那你等一下回来会有一个 return address 所以 step 通常是拿来被人家放一些 no return address 或是一些变数 比较强低的变数 通常都是拿来当中一个 character 小 character 的一个 暂时使用的一个空间 所以你可以有一个这样子 然后我说利用一个 tip pe 通常就是 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才会用美大可 美大可 美大可通常 你在试前和你之前 就是程式的时候 你通常是不知道有什么大 所以 作用系统 每一个 process 实际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hit 的空间 然后它会随着你美大可 把它慢慢的长大 我一直要去帮你管理说 如果我今天要 hit 我要美大可的时候 Hit 要长大 如果空间不够的话 作用系统要帮你去调动一些额外 可以用这些空间 让你继续的一直不断的尾压 可以 可是 也代表就是说 你这样子写完整 就沉上系统之前 你要把这些动态配置的这些记忆体 把它回收回来 这个都是做一些什么做的 那我们讲过 通常 那么 如果你今天是早期的 一只 single thread 的 process 就是 一个 process 只有一只 thread 的方向自己 那 我们通常 如果你是一个 single thread 的 一个 process 就是说 它可以同一个时间 就是 可能是同一个时间 只能执行一个事情 为什么它只能执行一个事情 呢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有想到 你会有一个地方 叫做所谓的 co section 就是你一只 process 我们再把这个图复一下 所以后面还没想到 我们说这里有个 spec 它要往这里整 那我们的地址 根据 今天美达克的需求 上面都开了或上台 然后往中间这个地方去 中间有一些 空间的 process 如果这个空间不够 因为我们从来不够放大的时候 做一些后面有个责任 是要把你再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放大一点 找一些空间 那就是 所谓的 一开始会宣报 一些 data 或是变点数 那你要 一开始预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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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或是一些hatch function 的那个mating table 这些东西 它都会在这个 data的生存里面 那我上次有讲过 所谓的执行 一只层次 的意义就代表说 你这个是你编进化的项目 它基本上大概就是 援通过千 Clerk 这个 Cairo 这个系列 或者选择 那我东西 要设御 9 1 每一次 process 如果 你现在是一个 single 障碟 process 就想說這一個 process 在執行的話 他最後就是能執行一件工作 那你這個工作要執行什麼事情呢 就是你CPU 要幫你這件工作做哪些指令呢 就是會有一個Program Counter來決定 所以我說了這就是一個列寫 你弄到如果是一個Single Threat Process 你會有一個Program Counter 那這個Program Counter會指著說 我現在要在哪一個地方抓指令 出來把它放到CPU 然後先用根據我這個路出來的指令 去執行下去 執行我辦公室做的事情 好 那你一定問一個問題 那我像這個當然是很簡單的行為 可是如果你今天 像比如說像現在大家有個Program 你常常通常是開很多個分頁 這個分頁開Facebook 另外一個分頁開IG 另外一個分頁開YouTube 他們就算你在看YouTube的同時 你IG的 IG好像自動刷新做的事很好 我們講過Facebook Facebook就是他會自動刷新 然後或者是Facebook本身 有時候他會有人送訊息給你 他都讓有一些人在專門在背後 就一直不斷的進行 去監聽這個 你要比如說你留一個追課 你朋友在兩邊 或者兩個人在兩邊 你要有一個人一直去幫你去看 你有沒有送訊息過來 所以代表你這件事情就是 現在是在Program是一支省時 是一支很大的這個Carsel 他投資上面很多個任務在執行 要實現將很多的任務在執行 我們就需要公立的 就是你需要用Monstered的Process 那所以說Monstered 換來講是你今天一支Process 你給他四個Carsel 或是八個Carsel 就代表說他同時可以執行的工作 就是有八組 但是他可以同時執行做八件事 因為這個每一個State都可以放到一個CPU上面去執行 每個CPU都可以落後不同的Program content 所以你看哦 當你程式寫大的時候 現在呢 比如說現在大家程式寫的都很大 然後一支 一支那種Pro的程式 他可能會同時 我們把它放到另外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 都可以看到 每支程式裡面 你可能會有一個區段 你看這個是比如說這個是一個Code 比如說這個是Code 我們就是說 他就是專門在處理風包 哦 是在做風包接受的 所以你有一支State是可以的 你有一個 因為這支State是專門在處理風包的接受跟傳送的 那他比如說他目前處理到這裡 你就會有一個Program content 就是第一組的Program content 你有一次程式是專門在做那個 这个就是资料本就是那个做 嗯就是放映画面 就是放映画面 放映画面上面的试据 你可能会有一些跟VP 相关的 或是你向相关的处理的 这是一个一个函式 你的另外一个Program content 另外一个Straise 在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有另外一个Program content 然后它的 你有多少个Straise 你就会有几个Program content 然后你还会有它相对的一些 register的值 这些register的暂存器 就是你那些事情当下 你需要放到CPU上面 因为每一个 就是每一个CPU在做的事情不一样 所以它的暂存器的值都不一样 所以当我今天这些人 他可以通知 我觉得我预许一支Parsus 他可以通知四个Straise 或是八个Straise 所以我预许他同时做四件工作 或是八件工作 或是更多件工作 那你就 你就代表说 你必须要很多组Program content 所以我们想说 现在 比如说你现在 比如说线西红成是一定要成功Multi-Straise 这种Multi-Straise 的Process 是现在主的 所以每一个Straise 它都会有一组Program content 然后他们可能会共用一些资料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他们就可以共用这一群资料 你当然比如说 这个人接到要直接收到的影像的资料 或是影像展到的档案 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它可以透过 你可以透过另外一个人去去拿 比如说他需要把这个照片的资料 再传送出去 这个Program 而是学会去共用这个资料 它可以透过Share memory的方式 可以共用资料 可是他们可以每一个人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是现在比较复杂的程序 到底会是长这个样子 可以吗 所以大家都是他必须往下执行 然后大家都是做自己的事情 他们之间的工作不会传统充电 那每个人都是执行你这一层很大 你这一支Process里面的某一小部分的抓住的工作 就是这样子 可以吗 好 那再来就是像现在的作业系统 已经不会像以前那么简单 也不会像一些Invest System上面都是很单一很专注 做某一件事情而已 所以你通常会有很多个使用者在用你的computer 所以你的作业系统 就是同时有可能同一个时间 concurrent的你就是在同时 同一个时间你会run很多支程式 你会有很多支系 很多KCPU正在跑 那OS在这边 就是在这边 你要去控制程式的行为 让它不要处存 让它们可以很公平的去分到使用 那种CPU的运算资源 所以我们在后面 在第三个刚刚的事业上 就会讲 好几个组织的 就是User的 或是System的Process 那我要怎么要去suspend 那一个 去suspend 或者是去换源做一个Process 有时候 像我们讲过上一半的 所以一半一 本来二的做就讲过 可是你一支Process 做一做 就是工作到一半的时候 一半需要等Io 你要等Io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执行它 这个时候我们碰上 把Io的工作设定 然后它起动之后 我就会把这个Process 暂时的动结起来 所以我要有一些sensit的机制 然后我把它冻结 丢到一个地方去 那什么时候我把它换成 那怎么把它换成 那它换成 那它换成之后 要怎么再重新加入你的排程 让它排序 就是排队的团列 总要怎么去调取 你要一个Resume的 这个就是一个机制 那这个要怎么做 Process之间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 像什么 比如说 你要等到B的执行结果 做完之后 我才可以接着做M 那B层也要等C的做完 所以它们之间 也需要一些沟通 或者是同步的机制 去确保说 你已经做完之后 我才可以做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 后面我在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讲到说 阿神主要是 我去做鞋鞋鞋鞋鞋 那你做的时候 有时候你机制设计的不好 我会 我一直在等它 要执行结束 可是因为它出了一些bug 它没办法执行结束 那是代表说 它没办法完成 我就没办法继续往下做 你会有一些同步的机制 需要去执行 去逼你们做 有些很奇怪的状况 导致你程式 都不能往下做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去同中间 去侦察到 然后怎么去还原 然后去走去避免那种状况 那我们也讲过 发展之间 因为要同步 那你就需要一些沟通的手段 沟通手段 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去做 比如说你是用派文 那 比较早 就是大致上 分类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 你就是 找了一份共有的 去使用 要嘛就是 你是用一些参数 直接去送 就是送讯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个都会有一些设计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后面会讲这些事情 可以吗 那我讲过 如果你有些状况 是我拿一些资源 你也拿一些资源 可是 我拿A资源 你拿B资源 可是我现在在等你手上的B资源 你也在等我手上的A资源 只有当我拿到两个资源的时候 我才可以再执行下去 那这种情况 就是大家手上都握着一些东西 可是同时都在等别人手上握着的资源 等拿到人家手上的资源 才可以支撑下去 那这样互相等待的状况 大家都没办法实行 那我们就把DELOT 所以你要一些机制 我们后面去讨论一些机制 可以去避免这件事情 或者是去解决这件事情 或者是让这个事情 完全都不可能发生 就让它永远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要去讨论一些机制 这是我们后面会讲的东西 可以吗 这一张主要就是在很快的帮你知道 就是 overview 一下后面有什么 那它是管理讲完之后 后面在接下来 在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这边 我会讲memory的管理 那memory我们之前有提到 memory是一个最 就是最比较大型的一个情况 然后是CPU 有能力可以直接去定位 然后去处理取 可以去写资料 可以去读资料 可以去读资料的一个比较大的材质 原因是因为 man memory 我们在现在的 Memory machine 上面 2-Memory architecture 上面 Memory architecture 它就是说 我今天要执行的时候 我都会把资料 从一个比较慢的材质 放到一个比较快的材质 上来 然后我都是在比较快的材质上面 所以比如说是可以 比较快的材质上面 做运算 man memory 就是VRAM VRAM 所以其实目前当价可以找到最大 而且速度上还可以接受的材质 你这样往下的话 你看 这样还很少人去讲说 你拿那种 就是快展 固碳一碟 就是快展机器 拿到你当man memory 开始有了 可是这个机器出来很准重 它虽然比如说 你会开始看到一些那种 DIP 就是那个 主记忆体 它开始有人说你是用那种非非放线记忆体 可能是 就是比如说你是用Fresh 有人在做一些 你应该会看到一些叫Fresh 可是它本质里面 它里面会要提高速度 然后不要让它跟CPU的速度差太多 它里面本质那个加速的东西 还是用传统的DRAM 可是它 它老数就是在说Fresh 本身很大 然后资料不会很坏 所以它 它可以去避免去跟Disk 之间的传输的Io 不过这个是后面我们才会讲 我是稍微认识一下 开始有人做Fresh 可是 问题还是一样 还是有可能 就是太难 所以这个是 现在 未来你们会开始看到的 如果解决的话 这东西就会开始不变 好 那这里的话 各位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 Memory Memory是一个很大型的array 这个array 是由一个一个的Word 或是由一个一个Pine 所出现的 那 你通常 这个每一个Pine 或是每一个Word 都会有一个它 定时 就是要有固定的位置 所以我用 GPU要怎么去找到我要的资料 在哪个位置上 它就是要去提供一个定时的方向 然后来去解决 我要去哪一个位置上面 送给它我们资料上 好 举一个 例子 这个帮我大喝 一开始往里面倒退 你在 有些书上 你会看到 就是 或者你在一些那种 硬体的规格书上面 你会看到那些两个字 我会看到它的两个字 一个叫做 Bite Tresible 一个叫做 Word Tresible 好 插在哪里 插在哪里 插在这里 插在这里 他们两个 假设我一个例子 假设你今天 你的记忆 一模一样大 那这个图 两个都是一样大 假设这两个都是 叫做 Word 一个比较小的 假设这个都叫做 256Mb 美高半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个是 256Mb Bite 就是什么 我们就想说 这里面的 256Mb 就是一个半 一个半 当做 一个位置 所以他会 一个 这个就是你的Bite 他会把这256Mb 写成一个一个 一个半 那你常常看到的东西 叫做 比较 我先看 两个半 只有你 龙高 三个半 就算 所以 两个半 只有Kb 两个半 只能用Kb 然后可以Bite 所以你每一 Bite 你把它切一个 切一个 你可以切出 纸的这样子 都知道 是吧 就是 就处理Bite 要不消吗 然后所以就是 两百五十六K 哪怕 就是你会有两百五十六K 那这个块 这么大 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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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56 256 28 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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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557 25イ outro 就是让我刚刚变好 这是第一轮 再第二轮 这第三轮 请问你需要什么变成 是不是2的18 你是不是需要18个变成 你是不是需要18个变成 这18个变成就这样说 你看 你有18个变成 这个当全部都是0的时候就在讲 第一个 当你后面这个第一个位置 才有降低的时候 就会讲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变成就是 全面都是0 后面就是1 1 所以你会常常看到 是什么0 X 什么F F 都是什么 多少 就是在乘这个变成 好 再来 所以你 你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把它变好 你需要2的变成 你需要18个变成 来去定位于你们的 记忆的位置 所以为什么早期 早期那个 你的CPU都是32位 到现在变成64位 因为很简单 因为早期的 32 变成的CPU 或是32变成的作为系统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什么 就是它本身 定质空间的上限 就是它记忆的定质 或是定质的位置 有上限 你看看 2的3加最多 比如说它最多就是 定质2的3次 2的4的Bit 假设一个Bit 一个Bit 它就是最多就是 定质那么多Bit 结果你做6个Bit 是几句 10的话是K 20的话是K 30的话是Git 所以2的 就是2等2脂肪 然后在身上 1Bit 所以你早期的 302位 像MegosXP 它有302位 那虽然它后来出力的时候 也有可能 可是早期XP之前 韩之前 基本上它的最大的 技能可能 就是圆圈上 你可以说 DRAP最大 就是失去 所以 它后来发生 你记忆体能量 像现在大家 比如说很多人 就是8G 买一条就8G 那像我就买四条就32G 4G 4G 比较不整个Bit 所以他们才开始 就去发展M4Way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你程式开始越来越大 有些程式 甚至第一次程式 它就用的机体能 可以超过4G 没办法Bit 但它需要 比较多Way 它方便成是Bit 因为甚至Bit 那 早期XP 那样的时候 一样32G 我可能没拿来说 定 表示比较够的 可能 就是K 刚才不讲是 比较稍微再大一个 但是很简单 就是后来 有件事 我把一个Way 假设一个Way 就是Bit 这个可以自己定 因为信用商 自己把电视Bit 指不就是 它刚刚是 一样大王 或是 256Kb 一样大王 它现在是 2Bit 它把它叫一个Way 下一个2Bit 下一个2Bit 它就把它转变6Bit 那当然 它基本上都是 从0号开始 就是1号 就是0号的Bit 就是1号的Bit 就是1号的Bit 你要不逼个问题 请你2Bit 26Kb 你可以确定几个Way 整个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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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Bit 层 Ellum 要知道的 7个Way 6高4 第三个Way 7 5 我要跟你講的事情是 這兩個它用的 fit 它是表示這些 address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bind 所需要的 address 和 fit 變得出不一樣 它的定值出外的空間是一樣多的 對嗎?它是一樣多的 就是要不要用這個墊墊墊 所以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包含有些 control 也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你要 catch 到底一次的定值要多大 所以比如說你會看到 你現在用畫法是一個 bind 一個 bind 去做定值 hash 也有這樣子的問題 hash 也有一樣的定值 它就是看你一次定值能看 實在是多大 那同樣的 word 就是一次就是定來 兩個 bind 就是一個 word 的微大小 所以你要記得 每一個 word 或是 bind 都會看 獨一無二的 address 這個 address 就是 CPU 跟全區 比如說我要知道我的資料放在哪裡 我怎麼不知道我的資料 這個 a 然後比如說通常就是 你到底直接不是放失敗的 我怎麼知道我是從哪一個位置 開始算失敗的 a 嗎? 你不知道哪一個位置 從哪一個位置會失敗的 所以你通常 然後你的 public��들就是要去指的是 你是ными ni ni 還是說是 辭坏的 好啦這我現在看 那 你有這樣子的定值之後 那你CPU就有一個一套依據說 我知道我要開始 你可以開始知道CPU就開始知道說 它去哪裡 然後這些資料 所以你的資料在你這樣子的例子的方式的資源下 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嗎 你就可以知道說我等一下資料擺在哪裡 所以你的資料要處理之前或是處理之後 你都會透過這樣子的位置 你會知道說去哪裡啊 然後處理完之後我要再擺到哪裡去 那都是靠這樣子的位置去把它指出來 同樣的 你今天要執行的instruction 也都是放在 就是依照去排好 就是你compile完之後那個object code之後 或是依序的排好 Program content 然後他主要的五一根差距就是 要指令通常很大 他不會只有1by 所以他用的都是4by放你到 放你到指令 所以第一個你都要看到這裡開始發 放你的app abc 他就會從連接接近 開始一次讀四個byte 連續 把他支持一次 他就從這裡開始 往下 讀四個byte 就是第一道指令 然後接下來 通常他的機制就是 你去看你的一個什麼 那個 computation 你只要後面的時候 講到CPU架構的時候 他通常都講一件事情 他說 做完這道指令之後 Program content 就會被重新設定 變成是Program content 現在的10 加到4 他在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在幫你重設 你下一道指令 要擺的地方 就是你這個位置開始算 1 2 3 4 因為 你看 這是第一個半程 然後再加 第0 0號半程 再加4的話 就是 看這邊是指的4 那其實就是下一道指令 比如說 STOP abc 這道指令 7指位置 所以 Program content 被重設成Program content 現在的當寫文跟他的人 在加碼是 是在講這些事情 他會把你做 記憶體位置上的重設 可以嗎 但 跟你講說 下一道指令 是什麼東西 然後在哪裡 可以嗎 好了 再來 不好意思 我想說 好大家好 那現在 你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知道我怎麼去定制這個 記憶體之後 OS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 你必須要去提供一些 你要去提供一些服務 那這些服務 他們會把寫成一個一個的Program 然後去 保證說 你不斷有效率的分析 就先使用這些記憶體 然後 怎麼樣去跟這些記憶體 做管理 所以我們在第8章 第9章 會講一些Page Stackman 然後講一些Virtual Virtual Page Virtual Network 這種技術 然後都是在講說 我們要怎麼去使用這些記憶體 才可以比較有感想 或者是我才可以讓 Process 可以再不用全部的資料都在 Memory的情況下 依然可以執行 那這個就是這個方面 我們在期末考 集中考感之後會講的 的東西 那下面列的一些就是包含 記憶體管理的一些 有可能會 產生活動 包含說 你要去記錄說 你現在這些記憶體裡面 哪些部分是已經配置出去了 你已經配置出去的東西 你就不能再拿去配置給其他人 不然兩個人的資料都會覆蓋在一起 有一個人的資料勢必要消失 這件事情不 不合理 所以你要知道說 現在哪些記憶體被Page出去 被Page出去的那個 那些記憶體 它是屬於哪一個人可以使用的 因為你要標示清楚說 誰可以用這一塊 這塊區域上面的資料 誰不能用 那這樣才可以保護說 一些保護你的城市 不會被一些那種惡意的攻擊 然後去覆蓋掉原始的資料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 第二關於那種 記憶體管理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你必須要去講說 我今天 我今天 因為記憶體空間有限的 就像我說過 比如說 基本上因為我們大部分 一般使用者不會把全部用完 可是基本上 比如說像工作站 像你的一些server 他說記憶體應該大部分情況下都是蠻災 蠻災的情況下 可是我還是不夠用 因為很多使用者要使用 所以控制不夠用 那你就要去決定說 哪些人最近不是那麼重要 或是哪些資料把他們最近用得到 你要想辦法把這些人搬到外面去 就會把它放在地形的上面 我只在有限的這個記憶體統一上 我只留下 有需要 而且是比較重要的那些任務 在上面的單位進行 可以吧 除了這個以外 你當然是 怎麼分配 然後怎麼樣去回收 這個都是作業系統要提供的服務 這個你要注意 可以吧 那我們再來管 講的 沒有人講完之後 我們講儲存裝置 記憶體 和記憶體跟儲存裝置不一樣 儲存裝置是CPU沒辦法去存取的 沒有辦法直接去操作的 所以他通常 他只要像是一個角色 我把 暫時不要用的資料 或是一些比較大量的data 存放跟擺放 或是 站齊性放置的地方 所以 我們就要去 作業系統要去提供 一些方法 讓他讓使用者可以說 不管是從 實體上的操作 或是從 邏輯上的操作 另外有辦法可以很輕易的 去儲取你的記憶體 而 通常 就是 儲取你的儲存裝置 而且通常你的儲存裝置 通常會跟 把那個 管理會把它跟那種file的管理連在一起 原因很簡單 因為file就是要寫上回避方式 它雖然暫時是你的編輯 都是在 Memory上面發生的 可是 你要存檔或是你要讀一個檔案 它都是在disco上面發生 所以通常你要去管理你的儲存裝置 也通常就意味著你要去存取某些檔案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作業系統 他都會把 檔案的管理 跟 那個什麼 儲存裝置就是Storage的管理 比如說跟印給的管理是綁在一起看的 所以 他們兩個就是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東西綁在一起看的話 從邏輯的上來看 你看一個資料就是把它當作一個檔案 所以 你會有那種 邏輯上的那種 如果你把Storage 從邏輯上來看 基本上 某一塊Storage上面放的東西 就是 一小部分檔案 所以邏輯上的Storage 就是file 它會對應到physical上 就是食品 食品重置上 就是包含食品 你的硬碟上的某一塊 它可能是在 disco上的 或是可能在 tap上 這樣應該是不用使的 比如說這樣SSD 你要一個file 你要一個服務 去提供這樣子 兩個裝置的對應 然後知道說我要找這個資料的時候 如果我點 在你的資料 可以點 打開這個檔案之外 你的作為系統可以知道說 我要去哪裡 儲存裝置的什麼地方 找到這個檔案 然後去把它露出來 站起來 所以通常 這位系統有一個 角色就是 它必須要去把 你的file 把它map 就是要把你的file map 到你的 實體的 材料方面 這個 這個media 可能是 硬碟 可能是 可能是SSD 通常你要去提供 這樣子的一個 印證 然後讓使用者可以比較 要輕易的 去拿它什麼 方案 不是說 你絕對不會想說 你的windows是說 我今天要打開我的 或我的寫報告 然後你要自己去輸入說 我要去 我的印證上的 第幾個 第幾個池入 然後 第幾個池軌 上面的 從哪一個 sector 開始去 用讀幾個 你不會想要這樣管理 這個東西 這個操作應該是 作業系統 還提供的 這是 後面會講到 所以現在 講完記憶體管理之後 我們在第四方 第四方會講到這些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 那 你通常要去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有習慣 一個file system 所以 我們要用file system 的那種管理機制 然後去幫我管說 我這些資料 或者應該要說哪些資料夾 那 哪些資料屬於哪個資料夾 然後包含說 我今天 我有很多檔案 有很多資料夾 比如說 那 可是因為有很多使用者 那 哪些使用者可以去看這個資料夾下面的檔案 哪些不行 然後 這都是要提供一些管理的 其實你自己如果有在用一些第四方可以知道 比如說你可以去改 改那個每個檔案的 每個檔案是不是可以被人家看到 會不會被人家賭 你可以用shfd去改 改這些東西 包含你也可以去 比如說 你用西藏的工作站 你用西藏工作站 然後 你登錄之後 打個cd點點 你實際上就可以看到 他會 你 你所在的是在 剛好是你同屆 你同屆有很多學號 你一定是在某一個學號下面點進去 然後 那個東西因為是屬於你的權限 權限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 訪問 你可以 你可以去把資料裡面打開做編輯 所以你看 點進去 你看不到東西 可是你點進去你其他同學的 資料夾裡面 基本上你應該是看不到任何東西 對吧 你如果有 用那個撲體或是拍體去增入你的自己 器杉的工作站 你應該就可以看到這件事 其實打個cd點點往前看 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回到上一層幕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進去操作 這些東西 都必須要透過 或者是曾經幫我們做管理 然後去控制每個人的權限 誰有權利 去訪問哪些資料夾 這個東西都是 不然是誰要做 所以我們在後面 OS這邊要扮演角色 就是包含說 怎麼樣開檔 讀檔 或是 就是創造一個檔案 就是抵立一個檔案 或是資料夾 那 創造資料夾 比如說 open file 實際上都很簡單 基本上像 有一個目的 NAS 打個BI 然後就可以寫一個資料夾 基本上 他就 你編輯完之後 選擇之後 他就幫你 create一個file 所以他通常都綁在 整個跟 就是綁在一起 然後你如果要開一個資料夾 就是NKDI 這些字 告訴我們 反正我們這些 幾次的project 都會用到這些東西 那比較重要的是 OS跟 Files的情況 是屬於OS裡面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服務 你通常都會有一個 預設的 檔案系統 這個檔案系統必須要做的 重要事就跟剛剛一樣 你要把 file 把它mamp到你的 secondary storage上面去 然後 你要 讓使用者在 你的GUI上面 比如說 就是去點擊 你就可以把它打開 這些東西都是你作為系統 要幫你把中間的 對一的流程 然後跟資料的儲取把它做好 可以嗎 好 再來我們會去講說 Storage 講完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 可以再講一些 比較大量的Storage 的關係 通常都會講 secondary storage 的關係 基本上 孔雯版現在還是 還是一樣 他還是主要是在講Disk 所以他會講一些Disk上面的 排程 工作的排程 怎麼做Io的效率 可是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在用SSD 那 時間允許的話 我再講一些 跟固態比有關的 包含 像 現在的孔 當孔的3D的 Intel體的那個3D的 Export 這個 這種新的新材質的制度 他就是 像變化機體 那 一樣就是如果時間到時候有時的話 我都會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讓大家對 這些東西比較有概念 可以嗎 所以 通常 Isc 通常就是 很平凡 被它來 當作那種 我的那種 process在處理 不管是process原始的資料或是我處理完暫存的一些空間 我們通常整個 都會放在secondary storage上面 那 我們通常就是 我們要是提供一些chap 就是一些管理 然後不會 影響到他們之間互相的資料 然後 合理號上也是 Long的Disk 因為通常大部分現在是質詢的Io 就是 通常現在 如果你是Disk的話 或是你不管是用SSD的話 大部分 因為現在處理器都夠快 所以 程式的速度拉不上去 很大一部分還是在於Io 所以 你會看到很多題目 就是這種題目新台詞出來 還是一樣不斷做 大家都是在想辦法 再把我的 就是 記憶體的 或是儲存裝置的速度 再把它拉快一點 那這個都是 你在 管理的時候 可以透過一些管理去建造一些Overhead 那我們當然就盡量就在這邊 去使用 就是 在這裡就把它完成 盡量讓它空的還少一點 那 浪氣PV的速度 可以盡情的發揮 這是主要的 所以 OAS這邊的角色是說 我要去管理一些 free的空間 就是還沒有被使用的空間 同樣的就是 我要去把哪些地方配置出去給人家使用 那這個都是 或是 我必須可以上班頭去做排程 我想 Io 才會是最佳化的 我講話 像現在一點 它 不適合用在random的群曲上面 所以 後面就有一大部分在討論說 我這些random的群曲有沒有辦法去把他群曲排個順序 讓我今天轉一圈就可以看到把這些人都完成 雖然有一些人會慢一點 有些人會提早做 可是我的目的是 增加 輸入庫 輸入庫就是 沒有人還有一些更下層 就是 Tertiary storage 那通常這個東西就更慢 然後更 當然它又更便宜 可是 比如說像一些 一些實體的 狀況 或者像一些 磁帶啊 這種東西 那 通常他就只要拿來當作 當作那個discor 上面的資料的一個備份 就是 有些 有些那個什麼 有些那種 系統 他可能每三個月要用備份 是我們訂的版本 那讓他說如果今天發生 crash 他有一個backup 可以 還原回去 所以通常 他們會還是去花 這種這種 這種動作不會常做 所以 他 除了這些備份用 都會還原用資料的 這種 每一屆 他就會想要讓他便宜一點 而且實際上可以放月底 他可以慢 我的比例子他有一定程度的慢 就是 我要確保是他放得夠 而且他會壞掉 所以通常都會把它放 大部分現在 我跟你說 80%的資料都還是放在 那種 卡帶上面 或者那種露營在上面 那都是一些比較像是磁性的材質 因為磁性的材質 你只要溫度不要太高 通常 溫度不要太高的話 他的磁性的那個 狀態基本上不會被破壞 他就可以放很久 所以 你看到現在大部分的 真正的backup的這種材料 那都是這種磁性的材質 那我們最後 講完收入之後 我們再回來講一個比較重要的概念 就是 就是 上一個 就是 系統 實作上 然後 很多理由想做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做 券券 券券的話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像 券券這個概念可以放在很多個地方 可是他通常就是在講說 因為你現在storage 現在的電腦栽工都會有那種比較快跟比較慢的 的媒介 那 你會希望一件事情就是 比較快的媒介 就是在這個組織的裝置上面 他通常就是 比較貴 而且比較小 那 你就會希望在這個比較快比較貴比較小的這個材料上面 放的資料是 越常被使用的越好 所以他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有個東西真的非常的非常的 常用 然後常用它 而且 常常就是要回斷出去 那這樣子的人 就不應該讓他回到下面那種比較慢的那種材料 就是那種組織裝置上 因為他只要一回去我下次要用它說 我就要花很大量的時間把它從底 就是把 從那個 使用的海螺體能底層 把他給路把他帶到 我的上層來 那這個這樣子就很慢 所以他們才會聽 發明的概念是 就是他們跟 就是 這種 講錯 就是 這種 Memory管理上 就一個概念 我們把盡量設計一個機制 把重要資料在這上面的 因為他比CPU最近 所以 如果他非常會使用 那CPU你可以第一時間拿到 那這樣子的概念實際上 這樣子的那個是什麼 那你 後來他寫成事實上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概念形成 就是包含說 比如說你會去記錄說 你最近很常使用的人 比如說你在 你畫一個array 然後其實要記錄說 統計 哪一個學生 哪一個學生比較 哪一個學生就是 或是哪一件事情比較長 就是哪個資料比較長被使用 或者是哪個資料結構比較 常被使用 或是 你可能有很多的function 然後這個方式預算出來的結果 哪一個比較長被 被採量 那你就會 開始也是在很多層 就是層次設計上 你開始會把一些重要資料 一些特殊的結構保存起來 這樣子的概念可以在那邊學 所以 通常就是 我們今天還是會問回來 就是講storage 可是不是要跟人講說 catching的概念 概念 不管在哪裡都會看到 所以要對他方式共同 所以他就跟你說 我今天如果有這種catching 這種機制的話 我今天其實 如果要查 查找一個資料 我都每次都先到那個catch 那個地方 去存取 我就是到一個比較快的地方 去存取 然後他就說 他是不是在那個地方 有的話 我就直接 return回去 那我說過 catch的 實際上這幾個沒有一個 一個clock 他就可以出來 所以 CPU他跟CPU的速度 幾乎上次相當 所以他 不會有什麼 額外的 可以擠 因為他是不是 做完的事情 如果他不在 那 就代表說 我這個資料 我這個資料已經在下面 那我可能是在memory上面 他比較主要的情況是 他根本就還在disk上面 沒有被帶上 那不管今天是哪一個 你是在memory 還是在disk上面 你就要花 額外的IO 把 如果今天是在disk 然後memory上面沒有 你就要先畫一次IO 把它從disk 再到memory上 memory上 再畫一次IO法 再到disk上 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慢慢會見 額外的pand 就是 對我們來說 這種從底層 往上帶的 我們就說他是一種overhead 就是一種覆蓋 你的很多的機制的設計 包括說誰要的在catch 誰要的在memory 誰要的拉回去 你都是在 你的就是那種 你的起始點 你的動機 都是在於說 有沒有辦法把這些IO 的次數把它換 從比較大 變得比較小 然後盡量去增加 我的catch 的hit rate 所以 你會發現 大家都覺得這個空氣很好用 所以相信 你會懂 其實每個 其實比如說 i7 i7 你會發現他的catch 他說以前 早期catch 就只有到 就一直 唸出當初 那時候catch有兩層 到現在我記得 前兩年我看 catch 已經到 Lv4的catch 一個Lv4的catch 已經快 已經快到 幾個 比重大 所以 很早期的catch 就只有 幾個k 幾kb 這樣子 而已 所以 你會發現他會越多越在 原因是因為 他想要盡量去減少 下級 下面的IO 然後盡量讓catch的hit rate Hit rate 變得比較高 命中率變得比較高 那他就可以去減少 很多不必要的IO的傳輸延遲 這個是他主要的那個 所以 我們就會 你就會在設計上 追求網站的設計上 就會有那種catch size 跟我的 recrede 就是那個policy 就是我的製判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誰應該要留在catch 誰應該要回到bibber 那誰又應該要回到disc 這些 策略 我們就會在第九章 後面也會講第九章的時候 會再講到 那 這個實際上就是那個 Membering hierarchy 的一個頂章 當然考試不會考 那個 就是那個 所以我們其實假如知道說 有一個概念是 人家問題是 你要有概念 比如說 rige的 就算它的size 或是catch的這些size 基本上 它會改善一個bridge Membering 實際上很熟悉的場所 它有概念 其實你平常 像這樣一個地方 射的概念 可以知道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有一個概念是 比如說現在這個rige 可能差不多是一個catch rate 或是幾個dive 就是 第一就是一個大bridge 處理 分實行 因為它們是cpu 是同樣一個label 那同樣的patch 也是同樣一個 patch也是 當然因為cpu同樣一個label 可是它會因為你的 一次patch 讀取來的大小 比如說是4bind 或是32bind 它會因為你 要傳出的資料 不一樣大 然後會有不一樣的range 所以就這樣 它這個路線還是在 cpu可以接受的 時間的那個 容納 它可以容錯的這個時間 所以這個都是這樣 就是很快 等於到merry的時候 你會發現 大概就是差了 100到1000mAh 這裡就是 這裡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差距 所以 到merry就是 幾十個merry second到幾百個nerry second 這種 TI5的merry second 大概是最難的 到了 SSD 或甚至 那種 hard disk 它根本都是當 microsecond 或是minisecond的等級 所以我們就 盡量 因為這已經差很多了 這已經都是差 這個 10的3字方 這種 這種等級 所以 我們會希望是盡量所有的 記憶體出去 都是盡量都可以在 前面三個鐘發生 不過這個東西不可能 但是 大部分的瞬間 都是希望可以盡量就是在上面 把重要資料的在前面三個 這個記憶體材料上面 好 這裡的話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會有一些merry second 資料會在不同的 材質之間搬動 那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我們說 你這種storage之間資料的搬動 它會有兩種 Hite 一種是很明確的 然後一種是比較 隱晦的 意思是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比較明確的是什麼意思 explicit 這是什麼意思 你在想說 如果你今天 你要從資料 從disc 到那邊上面看 這個東西 是你的 OS可以自己去選擇 因為你可以會有一些 證明說 我認為 接下來 資料可以去選擇 那我以後有一些practice 他們之間工作的信號 所以我們知道最近 誰的照片有在工作 所以他的資料可以暫時的先把握 然後我去 把空間 把 組織 把它示範出來 一個新的 所以這個是作為一種 明確的指導說 他要負責誰 然後誰要被帶上的 這是最終可以管理的 所以你會覺得這是 這個意思 但他明確的指導說 他管理的感覺就是什麼 但是 記憶體上有些資料的搬動 他有一些東西 其實作用系統 沒辦法先插手 沒辦法去插手 就像比如說 catch到 memory 或是catch到revision 這個 這段東西 OS是沒有辦法管理的 因為那個不是由他為自己本身 設計的機制來決定說 誰要擁 誰要擁 因為 他會本身 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說 我現在在這個catch上 因為OS OS是 他那個 等級 你要去做這些運算 用軟體去計算說 管理說 這個東西誰要擁 誰不要擁 這東西對 catch來想看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由catch上的controller 自己來決定的 那我們就說 像OS沒辦法去決定這個對象 誰要擁有在catch上 誰不要擁有的話 那我們就說他就是做 decrease data movement 好 最後 catch 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的catch 因為catch的機制的關係 我會說 所謂catch的概念就是 我只要從比較 慢的速度的 只要把data從比較慢的速度 的材料材質上面 翻到比較快的材質上 這樣就是一種catch的概念 我認為它重要 就在我上放 認為它重要就在我上放 所以這樣就是一個catch的概念 所以有一種情況 我會考慮一種情況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支層次 而且你的系統的 也只有一支層次 每次都只有一支層次 那 你這樣子catch的機制 你說 今天就是在執行了一支層次 那我要 我要改一個資料 就說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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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 那我 那我 那我今天就要做更改 那 更改完之後 你就說 因為不會有 你就 你就要改一次 改兩次改三次 然後最後 可以結束的時候 這個資料就會在那邊 寫回去 寫回去 在寫在這個 列表上面 對這樣子 每次都是有一支 程式的執行 動環境的一張 你 你用很多catch的 這種catch 這件事情 沒什麼問題 其實很簡單 就是 我不要用的時候 就把它拖回去 剛剛用的時候 就把它帶上 行不行 帶上 你再跟進來的時候 都會不一樣 但是沒關係 因為 我不會有人再去拿到 就完整的資料 去做旅程 可是你有一些情況是 現在大家的情況是 一個系統上都是用很多人同事來做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今天 我今天都是要去算 都是要去算 一個 例如做做一個綠算 然後去 統計 不同 不同面貌的 資料 我會有一個書籍資料 然後大家就是 你可能會有同事很多的cpu 大家都會從 一樣的disk來源 去複製 就是最為止的a 那可是 比如說我們今天講 假設他是一個 假設他是一個一個什麼 一個學生的統計 很多 某一個情況 那 你今天你在那邊 你加了3 然後我在這邊我減了2 然後你之後另外一邊 是比如說 不做改變 最後 你在不同cpu上 因為每個cpu的指 都會有他自己的match 能不能認識什麼的 那加碼的這個a的資料 是不同的 既然是不同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是要去 你這個 因為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就是 我們有不同 如果 今天會有不同的話 那今天你要 以誰為基準 以誰人為基準 還是說你應該是 如果你今天是算一個統計 我加3 他檢測 最後是不是大家 加3檢測 應該要跟同一個資料 去做匯子 所以 你有可能會因為你這個 我上次有 第一堂說就舉個例子 你的 大家對這個 加減後的稅序 都會不同 所以我只要分數 只要分數 只要分數 所以你要分數 就是去提供說 我要去大家 只要去重複說 大家去sync 那個a的 是否是有人更改 我是不是要 我是不是要 馬上去通知 其他人 你收到那個更改 之後的a 但是要 其他人在對這個a做操作的時候 我才不會有奇怪的解骨 所以 你就要 這個問題就會來自於說 因為你一個是要 被copy 他會同時在很多個paste上面出現 每一個人會對這個資料 做一個操作 如果大家都只是做讀取 那不會有問題 可是如果 大家都有做的 就要做re 而且你這個東西用可能要是加總 可能對於最後的影響就會不一樣 那你就要有一個其實就是 想辦法去通知 大家為什麼 今天這個paste上面的資料 我們做改變 那你知道 是什麼情況 要寫回去 那這個 這個這樣子 你會把paste 你認識 就是看 筷子 然後怎麼去維持 他的資料在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 CPU上 或者不同的page上 還有 影視性 大家只看到東西是影視的 這個是 你要注意的事情 那 這個我們在 這個東西如果在延伸 你在一些跟戰式系統上 就會更 就更複雜 然後在後面上 就這樣講 這個可能 這件事情沒辦法講到17招 不過 西藏好像有一個 或者是那種 柯仁中老師看的 那都是下學期 那是開做 也是一個教作業系 那他就是專門在講 做一些 紅瓣 柯仁實在教之後的東西 那 大家有興趣 就是下學期 可以再去修柯 柯老師的課 可以嗎 那最後 我稍微講一下 Protection跟 Security 那我就請助教上來 講一下 我們的作業 第一個作業 可以嗎 好那 我講過了 你的執行順序 程式的執行順序的先後 會影響到你最後的結果 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如果是在 很多使用者的這種電腦系統上面 要執行 因為你允許了 同時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 很多支程式在執行 所以 你就要去想說 要一套機制 去確保說 誰先誰後 然後確保說每一次的順序都是 可以被緩人的 你才不會說 有時候你算出來正確的結果 有時候你算出來對的結果 這些事情才跟電力 所以你要有一個 比較勢大的 而且是有被認證過的一個管理的機制 然後這個東西就叫 Protection 所以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這樣子 這個Protection 有包含很多 很多層面 第一個 其中第一個就是 是不是每一個都只能去存取 他自己的 Address Spatial Address Spatial 其實就是 可以儲取到的 記憶體的空間 就是說 我今天記憶體是很大一塊 那你可能這塊區域 是可以存取的 這也是可以存取的 就是都是可以利用的 可能你今天會有時候 你想要來用這一塊 如果它是有被認證的 可以 它如果有被認證的話 是都不行 這種東西就是屬於 Protection的範疇 裡面 所以你Protection 就是 你系統要去提供一個機制 那它這個機制需要去控制說 這些process的存取 或者是process的一些權利 然後去存取資料的權利 來確保說 你的系統的資料不會因為你的資訊錯誤 出現一些問題 或是因為你不恰當的 不恰當的操作 而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 我們就 這個是在Protection 這裡要做到 那接下來就是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這種 那你要說 主要就是你要 你的作業系統要去提供 防止 就是提供一些保護 那這個 這個保護可以去 避免說 你的 你的系統因為 就是外部的 或者是內 或是你自己本身的那種 不恰當的那種攻擊 這攻擊可能是比如說 不恰當去 存取一些資源 或者是那種 比如說 常常聽到那種DOS的攻擊 或者那種幣輪攻擊 就是你要一些 這種安全性的保護 這個也是作業系統要提供 好 好 那最後就是 好像說你有講過就是 像這樣子的 概念 你要可以去 你要去確保說 誰可以去存取什麼資料 誰可以看到什麼樣的資料 誰可以看到 什麼樣的答案 誰有 對這個資料 存取 你就是 你要做到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可以去面試 你現在上面出的 那通常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管理系統就是 會給每一支 每一個使用者 一個不一樣的 這種 User ID 那就是用 User ID 或是要有一些 Security ID 常常是用這個東西 當作一個基準 然後去延伸 設計出一些 一些機制 比如說 你會有一個 Group ID 只要你的 Group ID 他可能就是都可以去存取說 屬於這個 Group 所有的物件 那他就可以 可以丟加一個一個 群組 一個一個 就是把 設計才能夠打 這個 存取的錢 存取的錢 所以你可能會有一個 Group ID 這樣子 屬於這個 Group ID 它都有一些特定的 特定的工作是可以做的 那你也會有一種 就是 有時候你會希望說 我這個地方 我們個人有 他的全世界發發生 所以你會有一種 比如說 我們可以用這種 這個面子裡面 他就用一個 證定這個人 比如說他 他可以暫時使用 誰的 ID 然後去做什麼 身份的事情 這個是另外一種 是去讓大家可以 比較方便去 增加這個 暫時性的提高 這個很使用權限的 一種技術 那 第一章這個 讓我先聽在這裡 然後 後面還有一些 那種系統環境的討論 有一些部分 我把他移到第2章再講 基本上就是現在這樣子 那 那我先請助教上來講一下 最後一個要求 可以嗎 好了 最後一個我先稍微講一下 今天公佈之後 應該是禮拜天晚上 你要先上傳 你的分組名單 就是你的分組名單 那我 我先回答 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谢谢大家